房市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 你现在收听的是房老吉 关心你的房市幸福 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我是茶汤慧 难尾楼风暴来袭 新北这案停工 建商解散 新北市有一个建案 经传建商要解散 然后成购付向新北的消保官求助 那新北市的消保官人员就证实说 接到民众投诉 某某建设因为流动资金不足 无法续建 而且该建商他要表明在11月1号解散 那为了协助消费者将尽快想办法联络业者 了解其如何解决后续问题 那这个申诉民众 他是在2020年的11月购买的建案 却在10月28号接获建设公司通知举办 全购付说明会 那建商就直接跟住户们讲说 因为流动资金不足 所以没有办法继续持续工程 那他会协调其他业者接手 那小保官就表示 就民众申诉内容 令人担心的是 业者要在11月1号解散 变成清算状态 届时会由相关人事登记债权 但担心该公司恐怕入不敷出 且参与分配时也有优先权的问题 如有基欠、员工薪资、抵押权、税费等 需要优先清偿的 且申诉人只称建商在信托账户的 一亿多元款项 部分已支付广告等相关费用后 目前应该只有剩下7000万左右 那小保官他也会尽快与业者联络 询问有无解决方案 对于11月1号若建设公司真的要解散的话 消费者要怎么办呢? 那小保官就说 就算业者要解散也有清算的过程 会联络业者了解信托 帐户内的钱可以如何应用 消费者权益会如何获得保障? 没想到LINE尾楼来这么快 我本来以为还要在一段时间 其实前一段时间就有一些 你不能讲暗潮汹涌 因为他们还没有到那么大量 但是有一些在水下的波动 已经有了嘛 只是说谁接手谁接手 处理的好的嘛 那现在这个会爆出来 其实就是没有处理好的嘛 那会不会他刚讲说 这个烂尾楼潮来袭 一个这样风潮 我倒觉得也不至于到这么的严重 但是会有啦 这个新闻标题向来都是怂动 会不会很多 我觉得会有 但是不至于到很多 没有到这样夸张 全台湾全部都这样来一波 不是啦 不是这样子 但我觉得会有 那这个东西你该怎么处理 就回到你的合约 因为刚才小保管要去处理嘛 看他的旅约保证 旅保看内容是怎么样嘛 其实你们大部分在签约的时候 也没有注意说 他的旅保是for什么用的嘛 这我们有一集也有分享过嘛 你要看一下 他旅约保证的旅约内容是什么 是保证你购屋人的 还是保障他建商的 还是保证他盖的时候 这个建筑物 或者是下包厂商的 这个你要去查一下 他旅约保证的内容 到底是旅约什么 不是说他有用旅保 都全部都是为了你消费者好 因为他可能紧急 可以动用的一些资金 只是让他去完善 或是他后续去收尾而已 并不是把这个钱拿来做赔偿 或是等等之类的问题 你没办法动用 这个我觉得这个建商 如果他愿意开说明会跟住户讲 其实也算是 处理到目前为止 还算是有担当的建商 因为以前有的就是他就突然就不见 你就找不到人 跑路 对啊真的跑路 去大陆 不然有的就直接宣布破产 他名下也没有任何财产 你要拿他怎么样 他有收入他就还你 之前不是还有传说 这个就是有建商 就是盖不完 跑去大陆 被一堆人找就算了 他还好像有欠到一些民间的团体 一些特异功能人士的 那后来跑到大陆去之后 就被人家搜查出来 从大陆带回台湾 然后对他实施了手指分离之术 就让他的手指分离了 对大家觉得 这个是不是很久以前才会发生的事情 就是民国六七十年代才有这种事情 没有啊 这个就是七八年前的事情而已 只是被爆出来 那到底后来怎么样 也没有后续的报道了 或者说有跳楼的啊 等等的啊 但他前面几个案子卖很好啊 那就最后一个案子 就刚好卡到一些资金的问题啊 然后就就跳了 这是不是就是建商不希望预售物太快卖完的关系 因为很多时候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 哦 建商就是想赚钱啊 代销就是想赚钱啊 房间越卖越快 他们越爽啊 口袋收宝宝啊 可是如果预售物太快卖完的话 可能就会造成后面的运转有问题 有可能啊 就讲比如说像现在 当然第一个你供料双涨 你的资金可能周转也有问题嘛 因为你的成本提升了嘛 然后再来一个 如果销售不如预期 景气变化 或者是景气变了以后 那有一些这个要交屋的时候 他就不交屋 就是有太多的状况 因为建筑业 通常以一般大家来讲 但有些建商可以赚的很高 那我以大家平均来讲 也许他的利润大概在三成左右了 但是他要承担的这个风险金额就蛮大的嘛 他整栋楼要盖下 比如说你现在随随便便 因为土地成本上升的关系嘛 那你营建成本也上升嘛 你随随便便 现在推的案子很多都是10亿20亿的啊 对啊你总销七八亿就算是小案子啦 你10亿20亿你看区域嘛 那北市的话 10亿20亿也不是大案啊 就小案子啊是不是 那你如果说稍微大案子的话 北市随随便便你大概 40亿到60亿跑不掉吧 而且尤其这段时间上涨 有很多区域 大部分推的案子都是破20亿的总销啦 那你要去准备的资金 不就是比较高了吗 他也会有这样的压力啊 那就其实假设的话 就怕你的钱转不动啦 当你的钱转不动的时候 这个明明是赚钱的 你有可能盖到亏钱啊 那这种有些通常会发生在 有时候是比较新兴的建商 或是中小型建商上面 那新的建商可能就是 他不是很清楚 说这个钱周转 对于一个营建业有多重要 你案子亏钱 你不一定会倒 身上现金流不够 你会倒 那结果你看起来 你案子很赚钱 可是你现金流不够 你就倒了 就是有些可能比较年轻的建设公司 有可能会犯这样的错误 那当然还有另外的 有些他不是年轻 他一定有经验的 中小型建商 他有时候觉得 他想要赌一波 试试看 拼了啦试试看 这样子 那可能刚好就出状况 就是有的时候难免会这样 不是他们有经验 他有经验 只是他想要赌一波翻身 或是赌一波怎么样 那所以像这样的状况 就会造成后面的烂尾楼 有可能产生 那现在的机制比较好 很多公司 他们在推案的时候 不管是要旅月保证 或是要入工会 要同业互保 这个机制就等于说 烂尾楼的时候 他的同业互保是谁 他盖不完的话 就有另外一家建商协助 把他盖完 所以我觉得应该 依照现在的法定来看 就是那种像以前那种 完全就是认赔了 这样的状况 应该会比较少 对他这个烂尾楼 消息一爆发 照理来说 应该会引起民众的一些 慌张的心理 内政部次长花竞群就有发生 就对于这次的烂尾楼 这个事件他就发生 他说因为 台湾已经就是有一阵子 没有爆出来的 这种烂尾楼的事件 之前比较多烂尾楼 是发生在已经将近30年前的 所以他认为台湾的这一个 预售屋的续建机制 要再做强化 内政部有在讨论中 讨论以后结果 会跟大家报告 但是我觉得他应该现在会 依照这个各个工会 他们也会去协助 求助于工会 可能就会有别的建设公司 就愿意接手了 可能有的代销公司就直接接手了 因为以前有这样的例子 就是有的代销 他可能在景气好的时候 他卖了他有赚到一点奖金 然后后来他听到哪一家建设公司 就是可能有烂尾楼的现象 就他以代销的身份直接给你吃下来 然后就借由这个案子 他从代销身份转成建设公司 变成建商 从乙方变成是甲方了 也有这样的事情 那他这个代销 如果要吃掉这建设公司的这个房子 对 他是要用这个建设公司的名义 继续卖吗 还是他要盖建设盘 对他就要传立一间新公司 然后就直接把他就是吃下来 然后继续去盖完他 那可能要把他原来的厂商 全部都找回来 怎么样去接下来付款啊 等等之类的 然后找住户来 再开个会 有谁来接手啊 接着把他盖完啊 有这样子也不错啦 对消费者比较好 对啊 你至少房子盖完啊 其实这样的话 变成是代销转成建商 从乙方变升级变甲方了 那你住户也有房子 之后可以交屋嘛 那原本导德建设公司 那可能就是至少 你不需要再去面对后面的问题了嘛 就收了这样子啊 等于这样子的结果 也许是一个山营的局面啊 对吧 也不会只是只有建设公司会去接啊 因为以前就有过代销公司有去接的啦 刚好在那几年 房市不错的时候 他卖房子真的是有赚到不错的奖金 然后呢 他们股东也都有赚到钱 然后接下来要接建设公司的时候 股东也愿意啊 继续投资进去 因为对于这些股东来讲 这个房子是赚钱的 因为他只是资金流转不动 所以他就有问题了嘛 所以那我只要让他资金流转的动 那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这房子好了以后 钱就变他们赚嘛 对他们来讲是看起来感觉是稳赚的啊 只是资金你愿不愿意 让他的金流能够流动起来 转动起来 让这个案子完成嘛 就只是这样子而已啊 不至于他担心 以现代的台湾来讲 有这样的风波是会让你累 让你烦 但是还不至于到像以前这样 就是真的就是烂到你 最后要想办法自己收尾了啦 哎呦我也不要讲那么绝 就是说这样的状况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毕竟我们在进步了 就比较少一点点 不会这么严重 OK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了 好 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反昂老吉 拜拜 拜拜